华雕奖正式开始,圈内一众一人都去参加了 但这其中并不包括肖战 因为他正在怀柔参加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的集训 正在练习自己的降龙十八掌呢 然而此次华雕奖开始后 大家惊讶地发现虽然肖战本人没趣 可他的作品倒失去了 华雕奖宣布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是2023重点档期推荐 而不仅仅是一部纯粹的武侠片 它是得到主流业内认可的存在 其实从这里也不难看出肖战选择这部作品的眼光究竟有多么好 在这个消息刚刚传出来时 有不少黑子都在唱衰肖战 毕竟如今武侠最示威 说白了已经不再吃香了 金庸的作品被翻拍的次数实在太多 他们认为大家对于一个新的郭靖并不会感兴趣了 然而一代人就有一代人的郭靖 肖战与徐克的合作不仅仅是大家坚受且期待 而且这作品只是关心还未开机就得到了华表奖的推荐 成为2023年的重点推荐作品 那么当无论是大众还是官方都对这部作品表达了极大的期待后 谁还能认为这部作品真的会名仰于其他电影呢 这边肖战那还没开始开机拍摄的作品去了华表奖部说 这边肖战的商务代言那是又一次升级了 那可真的是双喜玲珑了 如今的肖战已经升级成为欧拉雅普洋的全球代言人了 相比较以往单纯代言人的身份那是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要知道欧拉雅普洋是欧拉雅集团的高端沙龙美发品牌 它在国际上的地位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这个全球代言可是不掺一丝水分 不是其他只有于1D的品牌还非要给个全球名号能比的 肖战与欧拉雅普洋的合约已经晚一年了 一般在这个时间点上 粉丝们都会注意肖战与各品牌之间是倒计不序还是继续续约 毕竟这一点决定了粉丝们日后的个货行为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肖战与欧拉雅普洋的合约竟然升级了 他不再是代言人而是全球代言人 还是在肖战的射刀英雄转之侠之大者 被华表奖推荐后的第二天 这帮喜悦谁看了不激动啊 当对于不少艺人的商务资源逐渐减少之时 肖战的代言正以锦盆式增长 不仅仅是在数量上 更是在质量上肖战的代言没有话而不识 也没有别人听到未曾听闻的产品 即便是需要肖战拉动产品知名度的 也一定是大品牌旗下推出来的新品 与肖战的名气推广不存在单纯的歌粉丝韭菜 国际上有多个高收满足自家奥龙的购物需求 也有不少家居好物从纸巾到酒水饮料 满足普通粉丝的生活所需 可以说总有一天肖战的代言恐怕会充斥着粉丝们家中的方方面面 如此大家只需要期待肖战早日完成集讯 尽组拍戏即可 毕竟日后这社交英雄传誌侠之大者的宣传是不用担心了 而粉丝们也不需要担心肖战的商务 毕竟他已经很牛了